大運會的舉辦給成都及周邊城市的旅遊再添了一把火 其中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最受歡迎 因為那裏除了有頂流的大熊貓花花 還有大運會的吉祥物容保的圓形芝麻 特派記者譚言去看 眾所周知大熊貓拍熱 在溫度達到27攝氏度的環境下 基本上就會被飼養員抱回豪華別墅裏 芝麻就在裏面吃著自助餐 可能最近一直在營業 芝麻已經顧不上和大家打招呼 食起粥來狼吞苦言 大熊貓為何連人呢 就是因為它左右兩邊都吃 這個用力非常平均 所以它的咬肌也就是平均地撐圓 所以大熊貓都有一張圓圓臉 為何融腦人心血和它呢 就是它從小就是比較活躍 而且它的體型在這個熊貓當中 也是比較裝潢的 這裡還有海龜大熊貓 以及一對大熊貓雙包胎營業 過來參觀的運動員 以及除隊的官員 都對它們口感興趣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隻貓 是很驚奇的 幸運來得早看得到牠們 聽說下午就沒有了 所以看到牠們都滿興奮的 看到牠們都滿享受的 然後我想捕一個熊貓 台灣會舉辦過程當中 因為熊貓基地還給熊貓 準備了很多的運動場景 好像這裡有體足項目當中的吊環 也有足球比賽當中的龍門 給這些熊貓展示牠們的運動天賦 基地的做完手法 無以大熊貓野外生態環境 大熊貓產房 大熊貓自養區 科研中心 大熊貓醫院分布有罪 向世界講述著中國保護大熊貓的故事 成都太古里 也創新用裸眼3D大屏 展示大熊貓可愛的一面 路邊的遊客紛紛拍照留念 在大運會期間 吉祥物、熊寶 以及周邊的產品銷售火爆 廣州電視記者譚然在成都報導